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講者 他是也幾乎是BBC 作為一個新聞的一個里程碑也好 現在永遠的一個高地也好 媒體的高地也好 我們一直很難找到一個適合的 多年來一直很難找到一個適合的講者 來跟我們好好的講BBC的現在 過去以及未來 事實上講的是在科技浪潮 一波一波襲來的時候 BBC怎麼自己去轉變轉換的這個過程 我們終於請到了在BBC有二十多年經歷的李文先生 李老師是現在在香港晉慧大學教書 然後他也是在BBC應該是大家看到介紹就會知道 從各種基層的工作做起一直到做到 BBC中文部的總監負責各種事務 今天在場也有很多他的老朋友 因為李文老師在他的任內常常來去台灣跟香港還有中國各地 然後談了很多新聞上的合作 所以今天在場很多新聞界的老朋友 我相信很多也都是李文老師的救世 那今天我們還是順著這個大主題 現在請李文老師來跟我們做一個50分鐘的演講 然後接下來我們還有70分鐘的請大家來提問回答的一個活動 有請李文老師 謝謝陳好兄 謝謝 謝謝 首先剛才陳好兄已經感謝了在場很多的志工 當然我也要感謝龍影台文化基金會邀請我來到台北 能夠有機會跟在座的這麼多位的新舊的朋友 一起來互動來交流 那麼其實我要特別感謝基金會的一些同仁 因為本來我今天可能都來不了的 因為本來我是計劃昨天到 但是昨天大家都知道香港有颱風 海馬 那麼所以呢 我們的基金會的同仁呢可以說是創造了奇蹟 竟然幫我搶到了今天早上的一張票 然後我呢及時可以趕到這裡 那麼據說起來也奇怪了 因為我本來上個月也要來台北 也碰上了颱風 所以我前兩天還跟朋友開玩笑的說 下次如果你們想知道什麼時候刮颱風 不用問天文台了 問我就好了 看我什麼時候來台北 那一定是刮颱風的時間 那開玩笑啊 當然 我還有需要感謝的就是 當然在座的這麼多位朋友 犧牲周末下午的時間 來跟我一起來分享和交流 這個媒體的發展 當然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主題我們講的是BBC 那我就想從BBC呢看全球媒體的大變革 這個話題呢其實比較大 當然也是基金會給我出的題目 那麼當然在座有很多的都是台灣媒體的 可以說是資深的前輩 那麼雖然我在BBC幹了二十多年 但是我對於台灣其實 我不敢說了解很多 雖然這幾年有很多的台灣的朋友 也給了我很多的可以說是指導 也介紹很多台灣媒體的一些的狀況 那麼如果一會我說的不太對的情況下呢 那請大家多多包涵 當然也可以指正 今天我大概會講什麼呢 那麼可以簡單跟大家先透露一下 首先當然要講一講BBC 剛才我們說的這個所謂虛擬革命的過程當中 那BBC呢我們究竟我們做了什麼 那麼因為我剛剛離開BBC幾個月 所以還有點發言權 那麼第二呢就是呢 我想講其實BBC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的確我們做了很多的變化 但同時呢其實也有幾點 其實我們是堅持不變的 因為對我們來說 可能BBC認為有些東西是可以變 但有些東西是堅決不能變的 那一會兒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三呢當然我也可以藉著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台灣媒體的一些的觀察 因為過去這幾年呢 其實就像剛才陳好兄所說 因為工作的關係 每年都要來台灣大概四五次 所以每次也會有機會呢 跟台灣的媒體的同行也好 或者甚至各界的朋友也好 來大家交流 對台灣媒體的一些看法 那今天呢既然有這個好的機會 我也想跟大家呢能夠一起來分享一下 那最後呢當然毫無疑問 我們要看一看台灣或者整體吧 媒體未來究竟它面對哪些的挑戰 值得我們呢一起來可以說是來探討一下 其實每次也介紹BBC呢 我都喜歡呢從BBC這個三個字來 這字母來介紹 我知道在台灣呢其實往往一說到BBC呢 好像大家都把它中文的翻譯叫做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坦率說呢我對這個翻譯呢 稍微有點保留 因為我不太喜歡國家那兩個字 所以一般我們翻譯呢都會英國廣播公司 因為我覺得國家呢往往呢 會讓人感覺BBC是一個公家機構 甚至可能是政府的喉舌 或者說有人可以說這個英國有王室有皇室 是不是BBC代表皇室呢 當然其實不是 BBC呢簡單來說我們叫做公共媒體 那麼在英文來說呢 其實在歐洲我們研究傳播學呢 永遠有一個名詞 英文的名詞叫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 PSB 那麼所以呢我們用中文翻譯過來呢 其實就是公共媒體的意思 那當然啦既然我們是公共媒體 也就是說我們是為公眾服務 我們是反映公眾的聲音 當然我們沒有任何的職責或者說是責任來代表政府 當然也不會呢代表這個英國的皇室 說到BBC呢可能如果很多朋友不太了解的話 我簡單的來介紹一下 第一呢就是這個所謂的獨特性 第一個獨特性就是我們所謂的憲法地位 因為BBC它是一家公司 但是這個公司呢它是一個特殊的公司 它有所謂的我們叫做Royal Charter 或者說是皇室憲章 當然有人翻成皇室特許狀 用這個來可以說是奠定它的一個法律的地位 BBC成立於1922年的10月份 所以呢這個月實際上也是BBC的生日 是BBC應該是94歲這個生日 所以也是高壽了快百歲老人了 那麼但是呢它一直以來呢一直到1927年開始 它就一直呢受這個所謂的皇室的特許狀 或皇室憲章的保障 來作為一個公共媒體 在英國呢可以說是擔當一個媒體的一個主要的一個中間的分子 第二我們的獨特性是來自於收入來源 在英國居住過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呢 在英國其實呢每一戶每一家每年都要交一個費用 只要你有電視機的話 就叫做電視執照費或者電視牌照費 目前這個錢也不少 一年是145.5英鎊 我來之前也折算了一下大概是5640台幣 所以這是每戶都要交的錢 唯一一個例外就是如果您是75歲以上 你可以面交 其餘的話呢其實呢大家都要交 所以呢我們主要的就是70%的來源 其實BBC是來自於這個 另外30%來自於干什麼呢 就是從海外我們去銷售BBC的內容 BBC的產品 所以呢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可以說 所有交了錢的都是那些公眾 都是BBC的老闆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概念 第三個是監管機構 由於它是公眾可以說是這個擁有的機構 所以它的監管機構目前呢是由信託會來做 但是呢從明年4月份開始4月1號開始呢 那有一個辦官方的監管機構叫做Offcom 叫做通信辦公室 它就會呢來接管監管BBC的這麼一個職責 這是我們可以說從BBC三大的獨特性來講 那麼BBC生成到今天能夠有94歲 那當然它呢有可以說是有原因的 那其中原因當然我們可以說是公眾的支持 那麼因為我們剛才說了要交這個電視牌照費 那麼當然哪裏都會有淘交的 英國也一樣 那麼英國大概淘交率呢還不太高 大概8% 9%左右 也就是說90以上 90%以上的這個公眾呢 都是按時繳納這個電視的牌照費 對BBC非常支持 另一個方面就是呢 BBC的收視率和收聽率非常高 因為BBC本身也有廣播也有電視 那BBC的廣播呢可以說在全國 它的收聽率呢 一直是有55%到56% 這麼一個市場的份額非常高 那麼電視呢 雖然現在我們有這麼多的電視的頻道 BBC永遠呢還能夠掌握大概三分之一 這個市場的份額 所以呢由於有這樣的一個市場份額 某個程度其實也代表了 我們還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公共媒體 不然的話如果你沒有影響力的話 其實這就可以打一個問號了 對吧 因為你好稱服務公眾 但是公眾不選擇你 不去看你 第二就是公共的興趣 那麼大家可能都知道 BBC做新聞也好 或者做新聞紀錄片也好 或者做其他的節目 都一顆是精益求精 那麼它的品質 它的質量 可以說在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 第三當然就是編輯獨立 這個其實非常重要 當然因為我們有 可以說是保證收入 70% 所以呢在英國國土 就是英國本土的話呢 我們BBC是沒有廣告的 也就不需要依賴商業廣告 那麼由於這個原因呢 我們可以獨立於呢 這個商業的這個團體的干擾 因為我們可以不用去理會 所謂的廣告商 同時由於我們有獨特的這個 公司的獨立的架構 也就是說呢 再加上這個皇室的憲章的保護 我們也可以呢 不受政治的干擾 那這個其實也使BBC呢 一直以來能夠堅持編輯獨立 和運作的獨立 那麼當然 在過去這麼多年 BBC也經常跟英國政府鬧矛盾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的責任不是跟它 跟英國的政府交朋友 是跟英國的公眾交朋友 當然和任何其他的媒體機構一樣 BBC呢 這幾年一樣也在面對很多的挑戰 一方面當然是一個 虚拟革命帶來的這個挑戰 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其實是經費上我們有很多的挑戰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的世界上的 公共的媒體機構 都面對很嚴重的財政壓力 BBC也不意外 在2011年的時候 其實呢 BBC呢宣布呢 要削減經費四分之一 然後呢 意味著呢 要裁員呢 兩千人 那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比例呢 大概十分之一的人手 那麼在右邊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 我在這個話筒裡面在說話 其實那個是我們 在2011年的3月 3月底的某一天 我們做了一個很慘痛的事情 就是要停播BBC 將近70年歷史的中文短播廣播 那是我們那個節目的最後一天 那麼當然我作為部門的主管 等於是在這個平台 跟我們多年來的聽眾來告別 當然這個其實一方面是經費的原因 其實某一個程度呢 也是一個媒體革命造成的結果 因為後來其實我們也發現 在短播廣播 這種很傳統的這個媒體平台來說 我們的聽眾越來越少 也就是說也到時候 我們要宣告它的結束 來完成它的一個歷史的使命 這樣的話我們才有錢 有經費去幹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麼在2013年的時候 我們這位總裁 還嫌我們這個日子過得太好 然後在2013年宣布呢 我們要在2022年 要把全球BBC的觀眾 或者說是用戶 能夠翻一翻 達到5億人 那麼這個老闆挺狠的 因為其實在他宣布之前的一年 2012年的時候 我們全球的 無論所有的平台加在一起 大概多少呢 2億3800萬 2.38億人 然後他到2013年 一下子宣布 希望2022年增加到5億 要翻一翻 這個可以說是 天下的老闆都是一樣的 天下烏鴉一般黑 那當然了 他呢提出這個要求 我們就要去做 那做的話呢 當然我們也提出一些戰略 希望一方面在資源 越來越少的情況下 那麼如何能夠達到 能夠把你的觀眾 能夠翻一翻 這樣一個可以說是 看起來不太可能的一個 野心勃勃的目標 當時呢 BBC呢提出了一個戰略 那這個戰略呢 就是有幾點 第一 移動為先 移動為先 其實大家現在聽起來 好像都是正常的事情 是吧 但是我們是在2011年就提出 那麼當然在這個戰略下呢 其實做了很多的舉動 第二呢 社群效應 也就是說我們怎麼利用 社群的平台 把它的效應擴大化 也就是說讓它產生 倍數的這個影響力 第三呢 當然我們要強化視訊 因為其實BBC 一個最主要的平台就是電視 那當然我們會想 其實按道理 BBC在視訊方面應該是很強 但是我們覺得其實還可以更強 因為除了電視平台之外 又多了很多其他的視訊的平台 那麼所以我們也提出口號呢 要去強化視訊 然後 接下來我們要提出呢 就是要使我們的內容更有獨特性 其實這一點呢 可以這麼說 BBC一直呢 也堅持要把內容有做的有創意 有心意 那麼當然了 我們認為如果在新的這個媒體的世界裡邊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那可能我們的位置還可以保得住 我們的觀眾仍然可以保得住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要對外合作 當然其實這對外合作也包括了很多商業的合作 因為在現在全球化的這個世界裡邊 BBC也意識到不可能 單憑我們自己就能夠呢 把所有的事情做成功 在很多的平台 在很多新的領域 其實BBC的實力 其實也是不夠的 也需要呢 跟人家合作 才能做到一些事情 BBC當時提出一個口號叫做 這個下一代觀眾的一個計畫 也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去 在新一代的觀眾當中 能夠增加我們的影響力 因為BBC94歲了 一直呢被人呢 就是在英國也是 形容叫做老太太 Old Lady 那麼因為某個程度也反映就是說 BBC長久以來 它的主要的觀眾群都是一些 可以說是中老年 當然都是精英階層 但是我們在年輕人當中呢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呢 做的不夠 甚至很多年輕人覺得 一聽了BBC 就覺得做的節目很好 但是我不看 我媽媽看 我爸爸看 甚至可能我爺爺看 我奶奶看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面對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希望就是兩點 第一點 我們希望能夠設計一些新的內容節目 專門針對年輕人的 那這樣的話呢能夠吸引這些年輕人來關注我們的內容 第二點就是其實把我們原有的節目來重新包裝 包裝之後 那這樣的話呢可能符合年輕人的口味和需求 那麼我們主要是從這兩方面來做 那麼當然BBC呢我們在一個很大的成果上 我們強調要變的就是要鼓勵創意和創新 其實這個一直以來呢 這所謂這個創意也好創新也好 都是BBC我們的一個核心價值 甚至大家如果有機會到BBC的我們的官方網站去看一看的話會知道呢 我們的所謂的遠景 Vision 就是一句話很簡單 to be the most creative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用中文翻譯過來 那就是說我們要成為世界上最有創意的機構 其實這個口號本身就反映了BBC呢 我們是把創意放在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的價值 其他相對來說都是次要 最重要的是要有創意 當然這跟我們創作或者製作內容是相關的 首先我想用一個例子來解釋呢 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 BBC在做這個倫敦奧運的報導當中呢 其實我們當時就提出一個口號 叫做數位奧運 Digital Olympics 那怎麼體現這個東西呢 首先我們當時在24個這個不同的平台 都推出了HD的頻道 為什麼24個呢 因為當時我們計算了 在當時倫敦奧運同一時間 最多呢 是24項不同的賽事在進行 也就是說 你所有的賽事 我們都是全程直播 那麼當然了 我們當時提出一個另一個口號 叫做 You wouldn't miss any moment 用中文來說就是 你不會錯過任何的時刻 那麼在這個口號下呢 當時BBC整個的奧運的報導 我們所有大約2500個小時的節目內容 包括賽事 開幕式 閉幕式 都有視訊的直播 而且我們直播呢 不光是在我們傳統的電視頻道上 有互動電視 有這種手機 有Pad 就是所謂平板的電腦 或是各式各樣的 因為在英國我們還有所謂的互動電視 用所謂叫做這個紅的按鈕 Red Button 因為它是紅色的 一按 裡面就可以很多的互動的這些平台 都可以看到 那透過這些呢 我們可以全方位的提供呢 有關這個倫敦奧運的一些報導 那麼當時呢 其實後來我們也做了統計 英國大概是6500萬人口 但是呢 有多少人透過BBC各種的平台來看 BBC的奧運的轉播 或者是報導呢 5100萬 將近九成 91%吧大概 其中有一千多萬呢 是用mobile device 就是移動的裝置 來看我們 所以在當時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成功的一個例子 第二我們做了什麼東西呢 就是BBC國際台本身 就BBC World Service 那麼它也感量很多原有的節目內容 剛才我們說過要重新包裝 做了什麼呢 有兩個例子給大家說 第一個叫做What have you say 這是一個互動的節目 本來只是在廣播上 和電視上有這個節目 後來因為又有所謂社群的平台 所以我們又加上社群的平台 然後後來有很多的 好比說一些互動的一些社區 那麼我們也在互動社區做這個節目 所以這個節目你會發現呢 它在不同的時段 不同的平台都有這個節目 而這個節目 它是一個互動的 其實就是每一天 它找一個話題 讓大家一起來討論 有時候我們邀請嘉賓 有時候邀請普通的一些觀眾 但是這個話題怎麼來設置的呢 其實是首先我們在社群平台 把這個話題拋出去 或者說邀請所有的參與者 或者我們的觀眾 在社群的平台上 他提意見 提建議 其實剛才我們看的那個紀錄片 有一點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就是剛才這個陳昊兄介紹的 這個虛擬革命紀錄片 其實在當時製作的時候 2010年的時候呢 整個過程 它實際上也是邀請所有的觀眾 來參與給意見 來不斷地修改 然後很多的這個觀眾的 所謂這個討論會 然後我們根據它的這個反饋 我們在不斷地改劇本 改它的整個那個紀錄片 所以最後出來那個結果 其實不光是那個監製它的意見 其實反映了很多一些觀眾的意見 那這個其實也是呢 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怎麼讓我們的觀眾參與盡情 第二個呢 有個節目叫做Outside Source 那這個節目其實呢 也是後來才有 那麼它呢 也是現在有在電視 另外在廣播也有這個欄目 那這個欄目一樣道理 就是它希望透過一些參與 然後包括我們的記者的參與 包括一些其他人的參與 把一些重大的新聞事件 然後呢 能夠透過這個節目呢 能夠給你解釋 背後的一些事情 包括現場的一些的情況 重新包裝節目 BBC Radio 4 BBC Radio 4 這個是一個什麼一個頻道呢 它是一個廣播的頻率 那麼這個其實是可以說 英國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廣播的平台 那麼每天早上它有一個很出名的節目 叫做Today 六點到九點 那基本上所有英國的政要 所有的意見領袖 都喜歡上那個節目 那BBC Radio 4 可以說是精英知識分子 或者中老年人 這個觀眾特別多 聽眾特別多的一個平台 但是後來呢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要搶一些年輕的觀眾 或者聽眾 怎麼辦呢 這個欄目呢 想了一個很好的主意 我覺得非常非常棒 就是它呢 把那些很長的廣播節目 可能年輕人沒有耐性去聽 就聽完半個小時 或是甚至一個小時的節目 它呢撿到什麼呢 撿到四分鐘 也就是說把節目的一些精華 就用四分鐘來概括 然後再放在我們一些的 新媒體的平台 後來發現很多年輕人非常喜歡 因為它確實沒有這個耐性 聽這麼長的東西 四分鐘 所以它的這個欄目叫做 Radio 4 In 4 In 4是In 4 Minutes 所以我覺得很有創意 然後呢 也達到它的效果 當然 BBC的變了之後 我們有什麼效果呢 很明顯 我們全球觀眾的人數 的確上升了很多 那麼剛才我說了 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提出這個新的目標之前 是2.38億人 然後我們今年年初做這個數字 已經到了3.48億 也就是說在四年內 我們已經增加了1億人的觀眾 那這個其實很不簡單 當然 接下去怎麼樣 我不敢說 那麼因為 離我們這個2022年 還有6年的時間 究竟到了2022年 是不是能夠達到5億的目標 很難說 其實2022年呢 正好也是呢 BBC百歲壽城 所以為什麼那個老闆 要提出這樣一個目標呢 是為了賀BBC百歲大壽 那麼剛才說了很多BBC變的東西 那麼我說說一些BBC不變的東西 第一我們相信 其實內容仍然為王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呢 其實Bill Gates在1996年呢 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文章的名字就叫 Content is King 內容為王 那麼當然它裡面 文章裡面說這個內容的定義 其實不是我們原來傳統媒體的 內容的定義 那麼我記得他文章裡面還說 什麼叫內容呢 其實我賣的軟件也是內容 那當然這是他的觀點 但無論怎麼都好 BBC會說內容應該仍然為王 這個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說 我們還是要把我們的本行做好 把我們的本質做好 如果我們的內容做的質量品質 還高的話 我們就不愁沒有觀眾 或是沒有我們的這個用戶 那這個可能是BBC這個原則 或者這個精神是不變的 當然因為這個原因呢 BBC仍然去花很多的錢 來去投資內容 有些的這個紀錄片 它花的錢 或者投資進去的這個錢呢 可能現在聽起來 都有點天文數字 比如說如果大家看過一個BBC的紀錄片 叫做中文 叫做美麗中國 英文叫做Beautiful China 那麼其實在2008年拍的六集 是一個自然生態的一個紀錄片 英文叫做Wild China 那麼這個紀錄片 因為當時早期我也參與 那麼每一集大概多少錢呢 這個製作的成本 預算的是大概80萬英鎊 一集 那麼也就是說 如果是六集的話 達一乘六的話 就是480萬英鎊 但是後來發現 雖然成本很貴 但是可以賣得很好 竟然還賺錢 所以這其實就是反映了 BBC有時候它精一求精去投資 或者願意去大手筆的投資 往往它得到的是一個 全球市場的回報 所以呢 如果你有這個全球市場的話 有時候不用太擔心 你投資是多少 第二點我相信 這個我可以拿這個TopGear來說 剛才我們的內容為王的一個例子 這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節目 可能有時可以大家看看 這個是在大概1977年 BBC已經推出一個節目 本來這個節目就是 一個很傳統的介紹車的一個節目 那越做呢 就收視率越差 就差不掉關門了 然後到了2002年的時候 然後它改革 改革把它變成是一個 娛樂元素很多 這個節目 不光是講這個車了 介紹車 它加了很多娛樂元素 包括找一些名人來 來講一講他們 這個擁有車的這個體驗 然後還把名人邀請呢 去這個賽車場 來比賽 那個車速是多少 還加了很多娛樂元素 結果突然一下就火起來 紅起來 然後現在我們不光是在英國 是一個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 而且到處去賣 它有節目模式嘛 現在很新叫做賣節目模式 Program Format 賣到哪裡去了呢 美國 這是美國版 然後呢 還有中國大陸版 其實這是中國大陸的第二季了 第一季 還有台灣的明星參與 有人 人什麼嫌 對 它 它是其中一位 在第一集裡面 那麼當然了 這個 這個節目是現在在東方 衛視在播 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BBC 突然發現原來內容做好了 不光是對自己有利 還可以賺錢 TopGear現在是BBC 應該是最賣錢的一個節目欄目 那麼還有一點 第二點不變的 我相信就是 所謂新聞原則和價值觀 我們不變 意思是什麼呢 即使我們現在有 這是我們的所謂的 這個 Editory guideline 就是我們的編輯之影 BBC說 無論你現在有什麼新的平台 無論是你還在做原來的傳統的平台 電視也好 逛播也好 或者現在有所謂的社群平台 新的方方面面不同的平台 我們都要堅持同一個新聞原則和新聞價值觀 而不能因為平台不同 而你做出你的不同的調整 那這個其實很重要 也就是說你的品牌 你的質量 你的形象 應該是一致的 而不應該說你到了社群媒體 你就隨波逐流 變成另外一個BBC了 那是不行的 第三點我相信 這個不同 或者說不變的話 就是所謂公共媒體的理念和宗旨 是絕對不能變 那麼我們的宗旨是什麼呢 to inform to educate to entertain 也就是說我們要做三件事情 就是要提供資訊 去教育 提供教育 然後呢 同時呢也要娛樂大家 OK 那麼這位老兄是誰呢 這位其實是我們BBC第一任的總經理 他叫John Reis 或者中文發音叫瑞斯吧 當然後來他變成勳爵了 所以應該叫做瑞斯勳爵 其實他在擔任BBC第一任總經理的時候 只有33歲 是一位工程師 但是他後來被封為BBC之父 因為是他讓BBC變成了公共媒體 也是他提出了BBC的服務宗旨 那三樣東西 這個to inform to educate to entertain 那這三大宗旨一到今天 我們還在沿用 還在遵循這三大宗旨 所以呢 他可以說是我們BBC之父 那現在我可以說一說 我對BBC 就對這個台灣媒體現狀一些看法 如果說的不對的話 或有得罪的話 多多包涵 第一呢我想說 其實我對台灣的媒體 總覺得我們對國際新聞太不重視了 一會兒我可以講一講 那麼這是我一個最主要的一個觀感 第二觀感呢 可能大家都會笑了 這個名嘴當道 名嘴很多 然後呢 第三呢 社群很發達 這可能是好事 然後呢 第四 公媒 就是公共媒體 或者公營媒體 很弱勢 我知道在座還有一些 可能是公共媒體來的 媒體的同行 第五我覺得呢 現在台灣媒體的創新能力 有點停止不前 那現在我可以呢 就這五點呢 我稍微再解釋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看大家同不同意 首先呢 其實我總認為台灣媒體 台灣的這個整個新聞這個行業 按道理應該是一個非常發達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24小時的新聞電視頻道 有這麼多的可以說是自由的空間 那麼我想肯定不光是很多的這個台灣自己本身不一定感覺到 但是我相信肯定對岸的很多的新聞媒體人會很羡慕 因為他們想做做不到 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呢 我又覺得我們似乎真是很少能看見一些國際時事的節目 大家主要是做本土的一些東西 那這次呢我在這個可以說是比較來了好幾次 我注意到有大概有這麼兩個 可以說是在電視頻道上看到一些國際時事節目 我記得以前還有一個是年代做的 從台灣看地球 好像現在好像也停了 我沒再看到 但相比之下可能 現在我覺得在新媒體方面 網路上 像最近呢 其實這是香港的端傳媒 他做了一個統計 說封傳媒啊 信傳媒 信傳媒和上報 他們在國際新聞的這個 可以說報道當中呢 分別都有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二十幾的 這麼一個比例 那相當高 其實我前日子也關注了一條新聞 就是 蔡英文總統 到這個泰國的這個使館 然後去簽這個調研冊 一不小心呢 把泰國的這個英文名字給拼錯了 就是 應該是T-H-A-I-L-A-N-D 來拼成了T-A-I沒有了H 然後那天我跟香港一些媒體朋友聊天 大家當然開玩笑說 別當真 我們就說 其實 蔡總統也是受害者 然後 那誰害了她呢 我們就說 那肯定是台灣媒體害的 因為台灣媒體很少報導國際新聞 那麼既然很少報導 那肯定呢 蔡總統呢 也很少能有機會 關注到國際新聞 所以她也是受害者 當然這是開玩笑 別當真 那麼當然 從這個呢 其實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經驗 因為說到蔡英文 就是 其實我們在 今年的1月15號 我和我的 當時我還在BBC工作 我帶了一個團隊 我們BBC中文部的團隊 一起呢 來台灣 也去租了一家台灣電視台 別說租了 應該就是台灣一家電視台 提供這個攝影棚 然後我們也做開票的直播 那天呢 其實我們做開票直播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也邀請了嘉賓 或者說是台灣說的所謂名嘴 可能最大的區別就是 當天晚上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邀請的嘉賓呢 有兩位當然是來自於台灣 一位是以前的這個內政部長 李洪源先生 另外一位呢 坐在旁邊的呢 是自由時報創刊的總編輯 林建煉先生 但另外這兩位呢 其實已經是台灣以外的嘉賓了 一位是羅達菲 是我們在英國的倫敦大學的台灣 就是亞菲學院 台灣研究中心的主任 會想很好的中文 坐在旁邊的是法國的 一個大學的政治系的副教授 叫張倫 當然他背景是來自於大陸 另外其實我們那天呢 還透過電話連線 連線在美國的雄介教授 以前當然也是從台灣過去 另外中國大陸 我們還電話連線的中國大陸 全國台灣研究會 研究部的主任 叫嚴俊博士 所以有六位的嘉賓 那天跟我們一起呢 來點票 來開播 那當然那天晚上 我也有機會去看一看 台灣各大電視台在做什麼 怎麼做 坦率說 讓我有點失望 基本上呢 還是原來的套路 就是找本地的名嘴 然後呢 大家當然找不同的名嘴 然後在那自己呢 來分析啊 就主要靠這個名嘴來撐場 我為什麼有點失望呢 我覺得其實坦率說 台灣每年發生的很多的 就是每天發生的新聞大事 很少能夠引起國際社會重視 或是關注的 台灣大選本來是最好的機會 把台灣這件事情 做成是一個國際新聞 一個世界新聞 但是很不幸呢 好像我們很多台灣的媒體呢 還是把它作為一個台灣的 本地的地方新聞來處理 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很可惜 當然這個和那個各種的原因 也說不定 但是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很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反映了台灣的媒體 是不是我們在國際新聞當中 是不是應該叫繼續努力 第二呢 台灣這個政論名嘴之多呢 可以說世界之罪 甚至還做過十大名嘴選拔賽 其實坦率說 首先 我對台灣的名嘴沒有任何的惡意 我也很尊敬他們 甚至呢我非常佩服他們 佩服到什麼的地步呢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這種口才 他們的這種隨機應變的能力 可以說 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我除了看台灣的 經常看台灣政論節目之外 當然我要 因為平衡嘛 我們要去看中國大陸的一些節目 中央電視台呢 有一個節目叫做海峽兩岸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看一看 你會發現很多的台灣名嘴 都會經常上那個節目 那大家可能知道呢 在中國大陸其實 對台灣一些政府公職的名稱 有它特殊的叫法 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 他叫行政首長 立法委員 他叫做民意代表 其實最搞笑的 我永遠拿來說笑話的 就是總統府 它是因人而異 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說在5月20號之前 台灣的總統府 叫做馬英九辦公室 過了5月20號了 那當然就要改成蔡英文辦公室 好 那因為這個原因呢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 那麼這些名嘴 當他到了中央電視台 我覺得非常佩服他們 馬上改成大陸的用法 而且說得很流利 流利到一點不會有犯錯的 坦率說 對我來說我都不一定做到 所以為什麼佩服他們 那其實我現在拿來說呢 我不是說 我們台灣的新聞的電視台 不需要名嘴 需要 但是不能光是靠名嘴 對吧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有效 加強一些 比較事實性的 客觀公正的一些報道 或者說 比較加一些 比較有深度的分析 然後再加一些 名嘴的個人的一些看法 可能這樣是一個完整的 一個新聞處理的方式 而不能只是靠名嘴 當然也可能背後 有經濟的原因 或者其他的考量 我不知道 但是我純粹從一個內容的 一個觀眾來看的話 那我會說 這是我的一些建議 另外呢社群的平台 當然現在已經成為台灣信息 這個主要的來源 這是我也看的一些數字 那麼有一個表 這樣 那麼特別是Facebook 我看到95.8% 台灣的這個網友都在用 那麼這個不是個壞事 其實BBC也一樣 或者世界各地的媒體 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都是呢 越來越多的人 把社群平台 作為首要的新聞 這個信息的來源 問題是說 你怎麼去應對這個事情 對於BBC來說 當然我們做了一件事 比如說在2014年 我們在重新推出 BBC泰語的時候呢 我們不再做一個 比如說廣播平台 網路平台 或是電視平台 我們只是做一個臉書 後來發現非常非常成功 到了今天 兩年後的今天 他的所謂粉絲 或是點贊的人 已經有140多萬 在兩年內 所以就是說平台 我們值得利用 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的內容 必須要根據BBC的 本身的新聞風格 來做 這是我們 要強調的東西 另外呢 我們也看到 這個社群 現在特別講呢 就是所謂熱門話題 所以BBC 我們也開個節目 叫做BBC Trending 說來說去就是 把社群平台裡面的 一些熱門的話題 我們拿出來 但是我們在經過加工 在經過分析 甚至我們可以找到呢 這個熱門話題裡面的新聞人物 由他來現身說法 這樣的話 你的節目就豐富很多 一方外面 回應社群平台的 這個網友 或者是這些 使用者的一些需求 但同時呢 也把我們的一些東西 加進去 所以我們的經驗就是 媒體應該利用社群平台 但是不要把自己也變成社群平台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社群平台當然有它很多的優勢 但是也有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很多事實是不太準確的 甚至有虛假的東西 謊言的東西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媒體 也跟其他的普通的社群平台用戶一樣 沒經過分析 沒經過判斷 然後就去胡亂的轉發 轉載的話 那我們還是媒體嘛 就不再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 我們其實媒體的生存 全賴我們的公信力和新聞價值 如果我們只是利用 把新聞這個社群平台 大家傳的新聞轉發 那我們沒有創造任何的新聞價值 如果你們再有錯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的公信力也沒有了 那更直接說 新聞媒體的存在價值也就不再有了 等於我們自己是在自殺 那麼公共媒體可以說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的部分 那麼現在我可以談談呢 我對這個台灣的公共媒體的一些看法 因為這幾年呢 因為工作關係 真是跟很多台灣的公共媒體的同行 大家都有很多的交流 我也知道呢 大家都長期面對很多的困難 第一個困難 那麼當然就是財政的資源很匮乏 那麼這裡我 當然這個數字不一定最準確 因為我這應該是去年的數字 也可能今天它有新的數字 的確呢 財政資源非常匮乏 第二呢 市場占有率很低 那麼比如說公市的收市率 因為我所看到的平均都是低於0.2 或者0.5 很少超過1的 是吧 那麼用戶呢 這比較趨於老化 那麼中老年比較多一些 年輕人比較少一些 但是我總認為呢 最大的問題 還是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定位不清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我總覺得台灣很多的公營媒體 它更像是一個官辦的媒體 而不像是一個真真正正公共的媒體 好 那麼我們怎麼定義公共媒體呢 如果我們按照歐洲的一些 對公共媒體的定義的話 它要符合這些條件 才叫做所謂的公共的媒體 那麼如果你這麼看的話 當然毫無疑問 台灣很多的公營媒體呢 也在這個方向努力 可能甚至也做到了其中一部分 但是我相信可能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很多的公共媒體 無法擺脫政治的影響 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 那麼我們馬上就會問了 究竟台灣是不是存在真正的公共媒體呢 當然可能在座大家心中對我答案 那麼對我來說呢 我不一定我能夠為大家找到答案 但是有沒有真正的公共媒體 我認為 對一個公民的社會 對台灣這樣的社會 非常重要 那究竟應該怎麼做呢 當然不是靠我 應該靠在座各位 甚至更廣泛的台灣的公眾 一起來正視這個問題 然後大家一起來考論 究竟我們大家為了台灣 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公共媒體 其實公共媒體它只是 整個媒體生態的一部分 我們不是說有了公共媒體 就不要商業媒體 但是也不能說商業媒體呢 壟斷整個媒體的生態 我們沒有任何公共媒體的一個 重要的角色 或者說它的生存的空間太小 這個也不是一個正常的事情 最後呢 我們再看看呢 這個BBC的這個媒體的創新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呢 其實BBC在2007年呢 我們曾經呢 做了一個東西 叫BBC iPlayer 而這個創新呢 我可以說 做得非常棒 現在我們每一個月 大概有兩億多人次 兩億五千萬人吧 平均 來用這個平台來看 那這個是什麼樣的平台呢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平台上 你裝的像一個APP 就是應用一樣 然後你在手機上也好 在任何的一些平台上 都可以實時的收看 或者收聽 這個廣播和電視的節目 當然你可以下載 那麼 所以現在我們 在英國的話 因為它指現在主要是在英國 那大部分人在英國來使用 非常非常受歡迎 以前我記得在英國呢 每天早上坐火車 大家都是看報紙看書 現在發現個個都是拿自己的手機 拿Pay 來看昨天晚上的節目 下載的好的或者怎麼樣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可以是很好的一個創新 那當然了 結合這個呢 我講講台灣媒體的創新 坦率說 曾幾何時 我對台灣媒體的創新 非常非常欣賞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它嗎 2000年的時候 台灣有一家明日報 可以說是全球華人世界當中 唯一或者第一家 純粹 新媒體 網路媒體的一份報紙 當時呢 我還跟 當時的總經 總編輯 是陳語心 我還來台灣的時候 還跟他一起 大家去交流 非常非常欣賞 當然 很不幸 一年後 因為資金鏈斷了 所以他就關門了 那麼 這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右邊的是什麼東西呢 數位廣播收音機 其實在台灣呢 有很多的這個 可以說是 就幾家媒體吧 過去幾年呢 都在開發做這個數位廣播 我呢 也跟其中一家 代表BBC呢 跟其中一家合作過 叫以天資訊科技 那麼當然了 包括中廣也好 包括以天這個資訊科技 還有幾家 後來都紛紛都停了 就是他的數位廣播 這個嘗試 也蠻可惜 那麼現在英國 這些數位廣播 非常非常好 這個市場 那麼 可能因為這個 失敗的例子吧 那麼過去這幾年 我們看 好像台灣媒體 在媒體創新當中 相對來說 我看不到一些 特別突出的一些東西 當然也不能說 完全沒有 比如說聯合影音 因為我們也跟他 合作過幾次 我都少了解一下 那麼他們也花了很多錢 來釋出呢 搞這個視訊的東西 而且我甚至我知道 他們還有一個呢 一個這個網站 叫做 媒體創新科技研究中心 當然我不知道 最近好像也停了 但無論怎麼都好 我覺得可能 作為一個媒體來說 現在 你不去在創新方面 去嘗試的話 的確很容易落後 因為別忘了 台灣以外 很多的媒體 都在做創新 如果台灣媒體 自己本身不做創新 雖然可能以前 有失敗的經驗 但是 失敗這個東西 不能說 因為你失敗了 你就不去 再去嘗試 所以我覺得 還是要 去在這方面 來繼續努力一下 那最後一個部分呢 我簡單的說一說呢 我對媒體未來的挑戰的一些看法 那首先呢 我想說的是 首先 第一個挑戰就是 媒體如何完成呢 媒體轉型的過程 其實現在全世界所有的媒體 包括BBC在內 都在轉型 簡單來說 就是從傳統的媒體 怎麼去轉化到 將來的 這個所謂的數位媒體 或甚至呢 將來的虛擬媒體 因為現在的技術越來越快 你看 剛才我們看了一個片子 這個五年前的事情 現在覺得已經很落後了 很多事情 因為現在已經 那些品牌已經不再講了 微軟現在 離我們也很遙遠了 平時都很少用微軟的產品了 是吧 那麼現在講的是什麼呢 現在是講的是 虛擬實境 是吧 現在講的是 人工智慧 這是熱門的話題 換句話說呢 我們其實都在做轉型 那怎麼去轉型 這是一個可能是很痛苦的過程 但是每個媒體都要經過 不然的話 你可能就因此被淘汰 第二個挑戰當然就是說 如何繼續保持現有觀眾的支持 因為其實 如果一個媒體沒有觀眾的支持 或者說 你跟觀眾脫離了彼此的關係的話 你就會死了 但是問題在於 由於新媒體科技的出現 媒體原來擔當的那個媒介 或者中介的角色 已經沒有了 比如說今天我們這個活動 當然以往的做法 肯定是邀請媒體來報道 要求他們 過來派個記者來報道吧 不然的話 這個活動沒人知道 但是我相信現在在做 已經很多人不需要 媒體的推介也好 報導也好才了解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 比如說今天 如果主辦方願意的話 他可以在Facebook 直接做Live 就把整個活動 實實地就傳出去了 那換句話說 已經沒有什麼 就是說在這個 中介的這個作用上 媒體已經沒有了 那我們怎麼樣去跟媒體 跟觀眾 來保持接觸 來仍然跟他有關係呢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要去考慮的事情 其實剛才我說的 你在節目的製作當中 你必須要開始想 怎麼把觀眾把它捲進來 或是拉進來 他參與這個節目的製作 來透過這個過程呢 使你跟觀眾仍然保持 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而不是有距離感 那這個其實 大家都需要去 面對的一個挑戰 第三 這個新媒體商業的 經營模式 坦率說 現在很多人 很多的媒體 都為這個事情來 可以說是傷透了腦筋 因為新的媒體 開始可能成形 但是沒有錢 而傳統的媒體呢 它現在 它的廣告收益 跌得很厲害 怎麼辦 我的說法會說 其實 如果我們先別想商業的模式 先想 在新媒體的過程 就是開發的過程當中 怎麼去滿足你用戶的需求 怎麼讓他高興呢 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 往往就會帶來商機 如果你連這個 用戶的需求 還沒有想好的話 怎麼可能 會有商業模式呢 而商業模式 如果這麼容易的話 其實 你看到 大家都看到 那意思就是說 肯定很快呢 有人模仿你 你也就沒有任何的優勢 所以還是我認為 最重要的是 要把你的受眾 要抓好 把它的需求 要做好 另外 怎麼去平衡商業利益 和社會責任 因為我想 媒體大家都知道 它不光是一個 盈利的機構 它還擔負著 社會的責任 那當然 兩者之間怎麼去平衡 我相信 這是一個永久的 持久的一個問題 當然 怎麼去堅持媒體 本身的專業精神 我前幾年曾經在中國呢 去貴州 他們的貴州大學的新聞學院 邀請我去講歌 很多學生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老師現在還需要 新聞專業的學生嗎 這些學完之後 出去還幹什麼呢 因為記者好像都沒有用了 我說有用 用處在於 你必須是一個專業的 這個媒體人 而不應該是淪落到 你跟一般的用戶一樣 也就是說 看了什麼 轉什麼 看了什麼 你也不去想 不去分析 也就是說專業精神 其實是我們所有媒體人 生存之本 沒有這個的話 肯定沒辦法了 你就無法生存了 接下去呢 我會說任何的行業 都需要新一代 就是新鮮的血液 那麼當然 我們媒體行業 更需要一些新的媒體的人才 特別年輕人 因為他們有想法 有幹勁 有一些很多的創意 其實我在去年 我們BBC的中文部 當時我們也招聘 在香港的團隊 我招聘了一位 台灣大學畢業的 很年輕的 也畢業的學生 那麼我看重他不是經驗 我看重他就是他的潛力 他的思想 他的創意 和他自己的一個 所謂的奮鬥心 現在還在我們香港的 團隊工作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 當然現在我在香港的大學 裡面任教 那當然了 我也有責任 去擔負這個責任 來培養新媒體的 或者新一代的人才 當然在座有很多 可以說是台灣的 新聞教育界的一些前輩 那他們也是在做他們的事情 做他們的努力 最後我想講的就是 怎麼去適應全球市場的 一體化的潮流 現在整個世界各行各業 都進入一個全球一體化的 這麼一個狀態 那麼台灣也是如此 其實既然有新的媒體的 這種平台新的科技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地方的媒體 包括台灣的媒體 只要你利用了這個 全球化的優勢和特點的話 你一樣可以走出台灣 進入世界 為什麼不可以呢 可以的 當然你要有這樣的雄心壯志 你要有適合的一些的決策 和一些行動 這樣的話你才能夠走出台灣 進入世界 所以我想 我不是說我已經有這些答案 我只是說給一些問題 大家一起來探討 一起來找出答案 所以最後呢也希望 在台灣也好 在世界其他各地呢 我們的媒體人 我們的這個新聞教育界的人士也好 各界人士也好 一起努力 為我們媒體的未來的明天 來共同做出貢獻 謝謝大家 因為現場今天來了非常多 媒體界的朋友也非常多 前輩也非常多 是不是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開放給在場的來賓朋友 來提起意見 您請坐 黃青龍先生 謝謝李先生 我有兩個問題都跟BBC有關 BBC做為一個公共媒體 那麼它不隸屬於政府 我想請教就是說 BBC在英國重要的一些 特別是社會上沒有 沒有很明顯的共識的議題上 你們在做報導評論的時候 你們是什麼立場 比如說今年的脫歐公投 BBC站在什麼立場 或者不站立場 那你是怎麼決定BBC做這樣的一個位置 它的影響是怎麼樣子 這是第一個問題跟你請教 另外就是說你剛提到台灣的公共媒體 我們身在台灣當然都了解它的情況是怎麼回事 那我只是好奇就是說 BBC作為公共媒體的存在 它是民主社會在英國是一個特例 還是說我的意思說 美國沒有公共媒體 美國公共媒體一點都 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坦白說到目前為止 像BBC這樣的公共媒體只存在於 大概勉強就是日本的NHK 它也是從BBC來學習的 那非常湊巧 這兩個國家都有皇室 那我不曉得是怎麼回事 但是BBC顯然並沒有成為全世界的所有民主國家 我們講了說有個公共化社會的一個必要的存在 那我想你怎麼去解讀說美國沒有BBC 這樣那麼大的影響力 那這個BBC到底是一個 算不算是英國特殊的存在 因為這個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台灣一直在辯論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公共媒體到底有沒有真的是它存在 或者說台灣有沒有這個環境來存在公共媒體 好 謝謝 首先在一些有爭議性的話題上 其實BBC我們的這個編輯指引說的很清楚 就是我們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真實的準確的 反應和報導一些現實的事實 新聞的事實 第二呢就是我們要利用我們的平台 來反應社會對這件事情的不同的看法 BBC本身沒有所謂的台評或是社評 沒有 我們要做的是其實是利用這個平台 把其他人的意見反映出來 其實無論是脫歐也好 或是幾年前的蘇格蘭公投都好 我們都是要本著這樣的一個原則來做 所以結果就是呢 肯定雙方呢 比如說脫歐的 那麼支持脫歐的可能會批評我們 說了太多贊成留歐的一些觀點 但反過來留歐的人也會批評我們呢 說我們就是支持脫歐的觀點太多 當然這個有時候很難去量化 究竟我們比例是多少 但是我們必須要利用我們這個平台 首先製造一些的機會 讓大家能夠辯論 那麼包括我們舉行了一個非常大型的 將近有兩千人參加的一個脫歐的辯論 那麼當然你只能說盡量去做到最好 但是至少我們不能夠讓人感覺 BBC我們自己有立場 這個是一個最關鍵的一個地方 那麼當然我們不能說因為這個可能就 完完全全沒有人去批評我們 一樣也會有 我們盡量去做 第二點其實公共媒體 我記得我在20000年讀這個媒體管理的 這個碩士學位的時候 那當時其實也研究這個公共媒體 因為當時我研究的課題更多的是講 香港能不能有一個真真正正的公共媒體 那麼後來我的結論 我相信現在可能仍然適用 就是我非常同意 公共媒體的存在 需要一個公民社會 或者一個公眾的積極的支持和參與 如果公眾在這方面其實態度都不統一 或甚至不熱心的話 它不可能存在 因為始終公共媒體是服務公眾的 那麼當然在台灣我相信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政黨化 很多事情大家都很難有一個共識 那麼我也其實一直也在關注 這個台灣電視這個公共化 或是十幾年來所各方面的爭議 我覺得的確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公共媒體 不一定非得是BBC這樣的模式 其實在英國有很多其他的模式存在 比如說在英國有個電視台叫做 Channel 4 第四頻道 它的定位 它成立的宗旨就是公共媒體 但是它可以用一個商業的模式 靠廣告來生存 那麼當然它的定位或者它的內容的取向 是因為它的執照裡邊規定了 它必須要反映一些創新的內容 必須要反映一些所謂這種小眾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要求和內容 那當然了另外一點 在英國所有的電視台 他們拿執照的時候 執照裡邊政府也會規定他們 除了提供一些商業性的節目之外 它必須要做一些公共媒體需要做的內容 比如說在新聞時事上的節目的比例有規定 兒童節目的這個比例有一個規定 文化節目社會節目都有一定的規定 也就是說其實公共媒體 它可以以不同的形式來呈現 不一定非得只是公式 或是某一個公共的媒體 也就是說如果大家都認為 這公共媒體它的角色很重要 那麼其實也可以大家一起討論 在台灣是不是有其他的模式 也可以來利用 然後呢來達到公共媒體的作用 李文先生您好 我想請教 兩個問題 一個是有關您談到國際新聞這個部分 我非常的同意 就是台灣的整個從商業媒體 到公共廣電的這個媒體 事實上都沒有扮演足夠的這個角色 特別是以我們的公共電視來說的話 我們不只在華盛頓沒有派駐記者 我們連北京都沒有 OK 所以我們是非常的不國際化 那對這個台灣的商業媒體也好 或者是公共媒體也好 在關注國際新聞這個部分 您會有什麼建議 那第二個部分其實也是回應剛剛 辛龍兄提的問題 因為我也有機會在英國生活過幾年 回到台灣之後也一直是 公共服務廣電或者是包括BBC的這個模式 我一直在台灣也在推廣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我想英國的公共廣電 作為一個主流 它並不是特例 它不是特例跟罕見的例子 反而在西歐 在東亞包括我們日本 韓國 包括美國 其實美國反而才是特例 那就算它是特例 它其實也不小 它有PBS 有NPR 它擁有的規模跟來自公部門的預算 其實比台灣大很多 大很多很多 所以我覺得台灣才是特例 台灣是一個全世界最小的公共廣電 所以我們的責任應該是怎麼擴大 台灣的公共廣電 這個問題也請您 也許有機會再談一下 謝謝 這個國際新聞這麼說吧 其實的確 很多人一想 國際新聞總覺得 離自己很遙遠 為什麼我們要關心國際新聞呢 我們關心身邊的新聞不就好了嗎 就像我剛才說的 以前可能這個回答是成立的 但現在已經全球化了 其實在世界上 一個很遙遠的角落發生的事情 有可能會影響到你身邊的一切 只是 但是由於你沒有意識到 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從來沒有這麼想過 所以我覺得 台灣媒體 我也跟一些同行也說過 聊過 那麼他一般給我的回答就是 台灣的觀眾 對國際新聞不感興趣 那也就是說 如果要在台灣把國際新聞做好的話 最重要的是 就是讓他們感興趣 或者說 你怎麼把相關性做出來 你怎麼讓他明白 這些事情其實跟他是相關的 不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在其他國家發生的一些事情 其實有可能 是也可以拿來做一個借鑒和參考的 比如說最近我在 進行大學教書呢 我給同學一個功課 就是 讓他們就像一個編輯一樣 他們來策劃 怎麼去報導 10月8號 這個美國的大選 然後同時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看 對於香港的政治選舉 因為我們要很快有 明年的3月26號 香港有特首選舉嘛 你怎麼來比較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容易 可以拉上關係 只是說 可能我們一直以來已經習慣了 在報導新聞 選擇新聞時候 從台灣本土來看 很少跳出台灣 來看看其他地方 有沒有類似的案例 或者說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甚至可能已經在發生什麼事情 也可以呢 跟台灣可以拉上關係的 我覺得完全可以 就像剛才說的 海峽對岸發生事情 難道跟我們沒有關係嗎 太有關係了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怎麼找相關性 那這可能是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考慮點 我姓馬 你好 我是台灣人 對國際事務 還有兩岸關係 很感興趣的一個老百姓 我想請問 這個 BBC是一個 有全球影響力的一個媒體 那英國另外一個 有全球影響力 就是 請問你們兩個之間 有沒有什麼競爭或合作的一種關係 另外 剛剛那個影片裡面 有講到的 但是我感覺對媒體 常常是標題是 所以拿這個 做例子 我非常喜歡 但是三年多前 他講到馬英九 內容我想大家 可能都沒什麼太大意見 他的標題 是馬英九是 好像引起軒然大波 請問這個講 感應BBC 遇到類似的內容 也會這樣下標題嗎 謝謝 首先我這麼說吧 兩家都應該是一個 希望做優質內容的媒體 當然Economist 他這個經濟學人 他本身是一個 商業性的媒體 而且目前 雖然他也在做 其他一些嘗試 比如說他每個禮拜 也在做一個 這個音訊的 一個Podcast的東西 有時候也會做一些 視訊的東西 但基本上 還是一個 直媒 平面媒體 當然BBC 我們是一個 多媒體的新聞機構 那自然而然 就比他的範圍 會多得多 而且 最大最大的分別 兩者之間 我相信 Economist 是可以有 立場和觀點的 我們是不可以有的 因為這是傳統 和他原來的 BBC的執照 剛才我說的那個 皇室的憲章 規定的 他必須要 impartial 那就是英文 中文說就是 不偏不語 但是 英國的媒體的法律呢 對平面媒體 包括報紙 沒有這個限制 所以呢 Economist 是一個出了名的 自由派 甚至有時候 我們說他是有一點 用意的 這麼一個 這個刊物 那麼 所以呢 自然而然呢 就像 您剛才說的 他起那個標題 那可能是 從他的角度 來起這樣的標題 但是我覺得 也不要 因為他這個標題 您就不看他 因為 還有其他的標題 可能說不定 你還喜歡看的 因為每個媒體 他可能在某一個 這個新聞的 或者專訪的這個 取的這個角度 有可能是不一樣的 那麼 但是這個 只是他反映 他一個觀點而已 我相信 看經濟學人 不應該只是看他的觀點 而是看他 在所有的這個 新聞的分析的過程當中 他的一些的理念和想法 甚至他介紹一些背景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最有價值 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 我不一定同意他所有的 文章的觀點 但是我很喜歡看 他的雜誌 是因為他的文章 有時會給你一些 很多新的啟發 謝謝 您好 我姓江 非常慚愧 我是公共電視 公廣集團 剛剛卸任的董事 那對於這個公視的 我應該問您高興才對 不用慚愧 沒有 對於公視 它一直不能打破0.2%的收視率 我當然應該也有一些責任 但是我很高興我們現在回到了討論的內容 我們回到了媒體的最根本最基礎的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Quality 因為您剛才提到BBC的不變 它的三個不變 其實都跟Media Quality很有關係 尤其是我們講到新聞的原則跟它的價值 那就是跟它的專業性非常有關係 那我很想知道 您剛才也特別提到了 我們這個電視 可能或者說Broadcast Media 可能跟紙媒有一點的不同 就是它特別強調Impartiality 它特別強調Objectivity 但是如果我想問一下 如果BBC有同事 在他的Facebook上面 表達了他完全支持脫歐 或者他完全支持同性婚姻 或者他完全支持核電 BBC會怎麼做 因為這個已經脫離藍媒綠媒這麼明顯的東西 而是非常subtle的 他會不會把自己的立場放到新聞裡面去 好 謝謝您的問題 首先BBC對於員工使用它自己個人的 所謂社群平台有一個指引 我們叫做Social Media Guidelines 當然現在在我們的整體的Editorial Guidelines裡面 也是其中一張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在BBC的任何的平台上 新聞平台也好或者什麼平台 不能說的話 那就不能在你自己的社群平台上來說出來 因為應該是一致的 除非你可以讓人感覺不到你是BBC的人 比如說你是一個匿名化名 裡面也從來不提你在BBC的工作的一些情況 也不會拍BBC內部的照片或者怎麼樣 主要把你和BBC聯繫不在一起的話 就還是可以有情可原 但是只要你的這個社群平台這個帳號 讓人知道你是BBC的人的話 你就絕對絕對不能夠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 那我給你舉個例子 我們還真有個案例 在上一屆的英國大選的時候 我們負責英國大選的副總編輯女士 那就是副總指揮吧 整個報導計畫副總指揮 她在她的社群平台 對一個英國的極右翼政黨 叫做英國獨立黨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獨立黨的黨領袖也好 或者黨也好呢 表達了極度的反感 那BBC怎麼做呢 馬上把它調離 就是負責監管 英國大選節目副總指揮這樣的職位 她不能再做了 因為她就有角色衝突 角色衝突 其實就想正好直接拿這個案例 可以回答您剛才說的 李老師你好 剛才那個talk非常inspiring 也很謝謝樓英台基金會 可以有機會邀請您來演講 我過去幾年在台灣跟香港 有機會參與一些媒體的創辦 包括2013年我在香港創辦 《彭博商一週刊》中文版 我是 Funding Editor 然後去年回到台灣來 那就是因為您剛說的台灣媒體 許許多多問題 所以去年首先我和一個朋友 創辦了一個新的深度報導的媒體 叫報導者 也是今天的協辦單位之一 那麼我們在報導的其實想做 就是您剛才講的公共媒體的精神 雖然我們是自己辦的 是包括公共利益 包括不受商業利益 服務等等的 那還有一點就可能 我要補充您剛剛說的 您剛剛提到媒體的創新部分 確實我想這兩三年 台灣還有不同的媒體創新 包括報導者 我們也用了很多 比較新的Data Journalism的技術 用很多很棒的年輕人 那另外就是說 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關於台灣媒體的一個問題之一 是台灣電視媒體很少國際新聞 我覺得這個只說對了一半 這句話 這個statement 因為台灣新聞媒體 是什麼好的新聞都沒有 連國內新聞都沒有好的新聞 沒有深度的報導台灣各個面向的 只有瑣碎的新聞 跟您提到了名嘴節目 所以我做了第二個嘗試 我跟另外一群朋友 我們做了一個新的 一個線上直播秀 訪問opinion leader 談公共政策 但是也是一樣 用新的技術 新的語言 那被Moloco 蠻大幅的報導 叫正問 其實從這裡我想很簡單 問您一個問題 剛才上一位江女士問您 不變的問題 我想問變的問題 因為您提到BBC的辯識 非常強調 creativity跟innovation 我覺得這個 我聽到非常興奮 因為我覺得台灣媒體 都很缺乏 台灣很少的 重要的主流媒體 會強調自己是一個 creativity的媒體 所以你又特別想要說 BBC覺得是 事實上最有creativity的 organization 所以這個想再請您 多闡述一點 這方面你們的思考 跟具體做了一些事情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問題 就是你也提到說 你們要 for next generation 我覺得這個世界 變化很大 大家都想要去找年輕人 但台灣媒體 大部分都是 年紀大的人 不了解年輕人 所以做了一些 比較奇怪的事情 以為這樣就討好年輕人 可是年輕人 也是很關心公共問題 跟政治的 所以同樣想請再闡述一下 BBC的做法 謝謝 首先講這個創新 那麼當然 其實BBC一直把這個 做為一個最核心的 一個所謂的價值觀 這個Values來對待 那麼簡單來說就是 它首先鼓勵你去嘗試 它整個的企業文化裡邊 它鼓勵所有的製作人員 在每一天做節目的時候 都試一試 有一些新的idea 新的想法 而不是呢 總是重複昨天在做什麼 就好了 當然這個嘗試當中 一個問題就出來 就是肯定有時候會成功 有時候會失敗 那所以我們的企業文化當中呢 必須要容許失敗 而且接受失敗 當然更重要的是 從失敗當中呢 能夠吸取教訓 不要再犯同樣的錯 BBC有沒有嘗試 失敗過的東西呢 當然有了 比如說 剛才我們說的 這BBC iPlay 可能是一個非常成功的 一個產品 但是BBC幾年前 也幹過一件 非常失敗的事情 當然也不能說很失敗 它就說 它嘗試了一個東西 叫做3D電視 就是三維電視 或者3D電視 那麼花了幾百萬英鎊吧 最後發現還是觀眾也好 市場也好 不太接受 那最後也就停了 就是說也有很多 我們失敗的經驗 但是這些失敗沒有阻止BBC 再去嘗試新的東西 我們甚至一些電視劇 曾經也有一套電視劇 號稱也想創新 但後來收視率奇差 而且那個投資非常大 還跑到西班牙去搭石井 什麼的這些東西 但沒辦法 最後也放棄 但是最主要它的企業的文化 能夠鼓勵你去創新 那我再說一個另外一個成功的節目的例子 有一個可以說真人秀節目 叫做3D Come Dancing 後來呢中國大陸把它移植過去 叫做舞動奇蹟 當然還有一個盜版的 叫做武林大會 那麼簡單來說什麼呢 社交舞 他當然是搭檔 有一個專業的舞蹈員 帶一個名人 然後兩個人來搭檔 然後總共大概每一次有十幾位 十幾隊來參加比賽 然後大概持續十幾個禮拜 最後淘淘淘汰 最後有個冠軍 這個節目在BBC已經做了十幾年了 當然我也可以告訴你 這個創新還不是BBC自己做的 我們是找了一家公司 然後那家公司呢 給我們提出這個創意 然後我把這個創意買過來 也就是說BBC的創意 有時候也不一定是在我們內部來進行 可能是來自於外部 沒有關係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有一個動畫的一個兒童節目 叫做Teletubbies 大陸翻成叫做天線寶寶 那個呢其實呢也不是BBC自己創作的 是另外一家公司創作 但是BBC呢委託它來創作 當然後來這家公司很成功 製作公司自己還上市 那麼賺了很多的錢 也就是說BBC我們可以說是無孔不入 透過各種的途徑來做這個創新 那麼只要你持續的話 我們認為你肯定會有一個是成功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關鍵的地方 紙媒跟非紙媒 但是它更大的一個背景呢 跟今天的影片還有你談的很多事情有關 就是我覺得因為傳播的方式 和閱聽方式的改變 很多media這個戒指啊 它的界線消失了 在你剛剛影片裡面 您剛剛的slide裡面有談到 台灣這個關於國際新聞呢 我注意到你調查了 或別人調查的端傳媒 上傳媒 封傳媒 那麼在台灣我們一般來講有四大紙媒 我不一一點名了 那麼現在這樣的媒體 它其實在我看它是沒有紙的 可是它的影響力有時候反而很廣遠 比如說端傳媒主要基地在香港 我們台灣的人看了也很多 所以我想請教你的問題就是 怎麼看這個紙媒跟端傳媒 在您剛才說 或剛才前面張先生問的問題 在整個這個大架構裡面 到底怎麼往前走呢 或者以我剛才特別提出來的端傳媒 上傳媒 封傳媒 versus我們的四大紙媒 這個紙媒他們自己也有網站也有等等 您的判斷或者給我們的advise 還有國外的可能有的經驗是什麼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其實 要回答您這個問題的話 我可以說 最主要 在你的媒體 剛剛推出的時候 比如說端傳媒其實 只是創辦了一年多 然後我跟他的主編也很熟 我們經常有交流 甚至我也曾經幫他們寫過東西 那麼我覺得他們的定位本身 就已經不再純粹是一個香港 或者說是大陸 或者是台灣 他是一個大中華地區所謂 這麼來出中港台 就全包 另外他還關注國際的新聞 我幫他寫了幾篇文章 都是跟英國脫歐有關係 你可以感覺到 他的視野非常廣闊 也正因為這個 最近跟他們主編交流的時候 他也跟我說 目前他的讀者 或者用戶比例的話 台灣已經佔了三分之一 另外海外 那就是包括歐美也好 那些大概三分之一 另外呢 大陸大概是有三分之一 所以呢 由於這樣的一個最後的讀者的反饋 他使他更堅定了他現在的定位 就是他要關注整個的新聞 同時他也在語言上 盡量去迎合這些地區的不同的需求 因為其實做國際中文媒體 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你怎麼去使用語言 雖然其實兩岸三地現在語言上 已經有越來越怎麼說呢 融合的這麼一個趨勢 但是還有很多的用詞 是完全完全不一樣的 那情況好多了 但是還有一些 那這些你怎麼去處理 我感覺到呢 他們的做法就是 如果是台灣的新聞 儘量用台灣的語言 然後儘量呢 再加一些註解 反過來大陸的新聞 儘量用大陸的語言 香港的新聞 儘量用香港語言 然後呢 括號來加註解 也就是說 儘量去照顧 那麼我再回過頭來說 台灣的媒體 坦率說 最大最大的問題 它太本地化 它使用的標題 使用的語言 甚至取材 或者說 對它讀者的 對內容理解程度的 這種估計和想像 基本上 從來沒有想過 台灣以外的讀者 台灣的電視台也是一樣 我在香港可以看到 某一個 就是台灣電視台的 所謂亞洲台 本來很高興 可以看到 天天看台灣的新聞 播一段 來句台語 播一段來句台語 那對我來說 我不懂台語的話 我就看不下去 也就是說 它只是把台灣本土的節目 放在上心 然後就傳播出去 從來沒有真正考慮過 台灣以外 它的觀眾的接受的程度 這也是我相信 台灣媒體走不出去 或者走出去的話 只能夠使那些 台灣的觀眾和讀者 受歡迎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問題 一個局限性 我是政治大學 劉又麗 很高興聽到這個 李文老師的演講 我們先從BBC的結構來看 剛才您提到 百分之七十的經費 多半是來自執照費 那我曾經也看到 就是我們在英國的這些學術的文章裡面 也批評說 BBC其實是壟斷了英國的媒體 因為BBC它的財源是這麼大 它也扼殺了一些創新 因為其他的一些 很難跟英國的BBC抗爭 但那是不同的觀點 一個多元的社會 有人說BBC好 也要有人說BBC不好的地方 就是說也不說它不好 因為它太好了 讓別人沒有機會進步來跟它競爭 所以這是一個是從壟斷的角度來看BBC 另外第二個呢 想從治理的角度 剛才從您那個PPT裡面看到 提到說這個從明年四月開始 OFCON要來接手了 那為什麼 因為BBC Trust 也是一個改 它的整個結構 一個治理的一個改 等於說改革的過程 為什麼 出了什麼問題 再來就是說 尤其今天我非常期待 李文老師 您當初在BBC這麼資深 現在又是在香港 進會大學教書 現在怎麼樣從學者的角度 來看BBC 在這個面對全球媒體的大結構 那BBC是怎麼解構 BBC難道沒有什麼 要值得所謂的在改變 就是您說它有改變 可是它難道沒有缺點嗎 大家看的全部都是神話 都很棒很棒 我們也知道它很棒 難道從你現在 從另外一個角度 而不是說去爬份 從它要哪一些還可以更好 我們大家一起來 來聽這一段 謝謝 BBC它之所以可以成功這麼久 跟它的經費是太有關係了 它財源太充沛了 那麼我們也知道說 BBC它其實在這個預算上 現在是有大的這個減縮的 那當它的這個收入 它的預算是大幅的減低的時候 那勢必會影響到它整個的生態 那麼接著劉威力剛剛的問題就是說 那麼BBC本身它怎麼去面對 將來的問題 好 其實兩個問題都非常非常好 首先我想一講 這個就是 BBC就因在英國的媒體生態裡邊 它是如何來定位 好無疑問 在英國有很多人對BBC有批評 那麼包括那些交錢的人有批評 那最明顯的批評就是 我現在看你節目的時間越來越少了 你還很霸道 我甚至我可能都 電視機只是放在那邊 都不很少看你的節目 但是因為它的機制就是 你擁有電視機就要交錢 這個太不合理了 所以現在反對 電視牌照費的聲音 也越來越強烈 這可以想像到 那麼從這馬上帶去的 更長遠的問題 就是 現在大家慢慢可能都沒有電視機了 特別年輕人 年輕人基本上 不會自己再買台電視機來看 是吧 麻煩了 我們沒有收費基礎了 因為我們是靠電視機來收錢 所以的確 BBC其實面對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將來它的財政資源怎麼來 現在過了這麼多年的好日子 將來可能沒有了 那當然 一個最新的一個發展是什麼呢 剛才我說的那個 BBC iPlayer 一直以來呢 從2007年推到現在 大家都是免費的 你沒有交過這個执照費 你仍然可以看 那麼很快我們現在呢 法律通過了 就是你要登記成為用戶 然後證明呢 你交了那個錢 你才能看 不然的話呢 你要補交那筆錢 當然還是那句話 這個 是不是將來永遠 這個模式能夠繼續下去 可能不一定 我相信 一切取決於公眾的態度和輿論 如果公眾 將來認為 我不需要這個 我不想交這個錢 那可能 BBC整個基本的模式 都要重新考慮 這個可能是一個問題 那麼從業界的角度來考慮 的確 也一直以來呢 很多人質疑BBC 認為BBC呢 就是你 就是扼殺了我們的商機 特別是以媒奪為代表的 那可以是把BBC 作為它的頭號敵人 而且它控制的媒體 天天也在找BBC的 負面的東西來報導 那麼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好公眾支持 但是 BBC要做什麼呢 BBC要做的是 首先 它現在承諾 25%的節目 要由這個BBC以外的 獨立製作公司來製作 透過這個機制呢 來培養或是扶植 那些小型的 你剛才說那些 小型的本地的 那些公司 甚至呢 現在我們又把這個目標 順應各方面的這個反應 想提高到50% 也就是說 有一半的節目 將來可能不是 BBC自己內部的員工來做 那麼呢 就由外邊來做 這個也是一個回應 這個大家的一種 所謂的壟斷呢 這樣的一個擔心 其實BBC一直會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你節目收視率高了 商業的電視媒體就不幹了 就會說你看看 你現在弄得我們都沒有空間了 因為你的節目收視率高 商業電視媒體的節目收視率低 它的廣告就沒有辦法了 就拉不到廣告商了 所以這是一個可以說是根本性的 機制上的矛盾 所以BBC有時候也會要放慢手腳 也不能夠 就是說做太好 然後讓人對方沒有生存的這個空間 這個的確是一個問題 當然你剛才問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BBC內部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當然有 任何的機構都有很多的問題 那麼如果我們在BBC內部 我們可以說最大最大的問題 就是官僚體制 任何的一個機構都一龐大了就有官僚體制 BBC也不例外 雖然BBC有創意 但是BBC有時候做一件事情來 也是效率非常低 然後跟很多的機構一樣 一定也有一些的管理層 其實不太作為 但是它呢因為各種的原因 那做到那個位置上 那麼有可能呢 它也會做一些錯誤的決定 都會有 甚至我們在前幾年 BBC也發生過很多的醜聞 是吧 包括一些主持人也好 DJ也好 那涉及到很多的醜聞 也就是說 它在內部的管理方面 也當然也不是完善的 也有存在很多這樣和那樣的問題 如果我從離開BBC之後 做一個外界來看BBC的話 我會認為 的確 BBC呢 太龐大了 即使現在它裁員了這麼多 我還是認為它太大了 它可以更小一些 當然這個小呢 怎麼小法 或是用什麼形式來體現 這個我倒沒有很想好 但是我的確我認為 它現在大的 有點怎麼說呢 不太受限制 而且它在各個新的媒體的平台 只要有 它就可以有它的自由度 想做就去做 想去嘗試就去嘗試 然後它又有它的資源 來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往往是商業媒體 是不可能有的 那這個其實 某個程度也會造成 的確給很多的媒體的同行 造成很多的壓力 但是這個平衡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比較難取捨的地方 因為現在BBC最大的一個本錢 就是 英國的公眾支持我 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不能不做 用這個做一個藉口也好 或者掩護也好 所以目前還是這樣 但一旦英國的公眾 假如不支持BBC做這個事情 我相信BBC就要重新 來考慮那些的事情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應 有一個 Trust 對,Trust的問題 其實BBC這個監管 一直以來 在Trust之前 其實叫做 Board of Governors 就有點像 可能公司理事會的意思一樣 當時呢 就在一個顧問報告當中 就被批評呢 這個Board of Governors呢 跟BBC太親近了 因為往往都是呢 先有這個Board of Governors 完了之後 他去找人 找了一個 這個總經理 或者我們叫總裁 所以這都是一路人 那自然而然呢 這管理層發現什麼問題也好 那麼這個Board of Governors 一定是保護這個管理層的 要維護他 為他辯護 後來說不行 我們要搞一個更獨立的一個 我們叫做Trust 這個基金會 信託基金會 甚至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還推出 就是引進了所謂的 非執行董事 就是實際上外來的一些 商業機構的 總裁也好 或者商界領袖也好 但是即使這樣的話 很多的商業媒體 仍然抱怨說 為什麼 BBC自己是有個自我監管的機構 然後我們都是由這個 Offcom 通信辦公室來管 不公平 那麼很顯然現在 這些商業媒體的這些投訴 再加上BBC之前發生的一些醜聞 對BBC不太有利 然後呢 現在這個政府決定 對不起了 你這個Trust的 所謂的自我監管的功能 我們把你給廢了 我們從明年4月1號開始呢 就交給Offcom 大家一些統一管理 當然我 也可以這麼說 某個程度呢 其實呢 這個背後有沒有政治的原因呢 也可能有 因為現在這個保守黨政府 其實從本質上 不太喜歡BBC 因為它是崇尚呢 這個這個 所謂自由 或者私人企業私營經濟的 當然它也不可能 或者說不敢 對BBC做的太過分 所以它做了一些 其他一些動作 那麼 無論怎麼都好吧 我個人認為 其實 由這個Offcom來管呢 不一定是一個好事 我個人認為 當然 我們要看它接管之後 怎麼來管 那麼這個可能我們要去 再看明年的情況 然後來決定 我這裡的問題是說 就是李文老師剛才 在您的那個 presentation裡面 有講到說 台灣的公共媒體的性質 一方面太小 規模來講 跟BBC 以及其他國家 其他像韓國 日本 西歐國家比較起來 的確是真的很小 那另外一方面 又有政治干預的問題 那這個反應在我們的 其實不管 藍綠政權 其實對於公共廣電的政策 其實都不重視 一方面是不重視 所以 我們很少討論 公共廣電的規模 應該有多大 然後 或者是它的社會功能等等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傾向去影響公共廣電的人士 特別是董事會 那相信 龍部長在過去 非常努力的情況底下 那終於才有 那個內建的董事會 那所以龍部長 應該是感同身受 那這裡我要問的問題是 那BBC過去百年來 一直也有這個問題 但是在什麼樣的政治文化裡面 讓BBC以及他們的執政者 可以維持著一臂之謠 也就是說 例如說 一方面他們的文化部 他們的DCMS 還是會 還是會確保BBC有一定的經費 就是他們的license fee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要避免真正的政治控制 否則會變成醜聞 那這樣的一臂之謠 是在什麼樣的政治文化裡面 才能夠誕生 那再來就是說 在您的切身的工作裡面 那在例如說 BBC的中文部 如何不會受到 例如說 內閣 或者是英國政策的影響 中國政策的影響 謝謝 謝謝你這個問題 這麼說 我覺得BBC能夠 一直以來 這個能夠以這個公共媒體 然後不受政治干擾 這個影響呢 就像剛才說的 有幾方面的保護 第一方面就是法律上的保護 剛才我說的 它的road charter 那這個保護 首先在法律上提供了一個基礎給我們 也就是說 任何一個政府 任何一個政治團體 或是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想干涉BBC 我們就可以拿這個來說實 那麼 那很有可能呢 這個政黨也好啊 團體也好呢 可能就會變成一個醜聞了 這麼說吧 任何的一個政府 當然都不希望 在媒體的報道當中 呈現一個負面的形象 英國政府也一樣 BBC的新聞部 我可以很坦白告訴你 包括我 也會經常收到一些電話 來自政府的 會跟你說 幫幫忙 我們政府要宣傳這個政策 要推動這個政策 然後幫幫幫的支持一下 我們聽完就是好 謝謝您電話 聊電話完了 我們可以完全不理睬它 那麼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有個更大的保護 除了法律的保護之外 就是公眾的保護 因為包括在之前 曾經發生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 就是凱莉博士事件 就是有一位核能專家 國防部的 然後呢 向BBC透露或者批評 當時呢 這個工黨政府的一個 所謂伊拉克核武器的報告 說是人為的渲染 那麼當時其實我們是 可以說跟政府對著幹 雖然後來 調查的法官 把BBC罵了一通 但實際上呢 我們當時看到公眾 是對我們是非常支持 所以讓我們也很硬 可以 如果是公眾不支持 我相信我們就沒有底氣 我們肯定就不行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從法律的這個保護 從社會的保護 或者說整個這個 整個這個公民 這種文化的保護 使我們可以呢 我不敢就不能說 是肆無忌憚 至少我們會不怕政治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是個最關鍵 如果台灣有的話 我相信公事也會硬起來了 李文老師你好 我是那個燦爛時光書店的張震 我之前也做過報紙 我一直想 我想請問好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 其實您剛剛一直在說 BBC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一個單位 但是同時它又是一個 你希望它變小一點的官僚的單位 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矛盾的事情 怎麼做到的 我想不管公事文化部 或者任何在座所有的 所有的單位 都希望自己是一個有創意的單位 但是顯然不是大家都能做到 那BBC怎麼做到 是不是有一點什麼樣 秘訣可以透露 第二個是說 2011年說 BBC有2億多的這個 這個約聽人 我不知道那個數字是什麼 就2億多要變到5億 對 全球海外的 變到5億 然後提了5個策略嘛 那現在已經增加1億了 就看起來 看起來應該會成功 可是我自己在想的事情是 您剛剛說的移動為先 社群效應等等 有沒有可能這個提升的 其實是因為網際網路發達 然後全球越來越多人想學英文 他們其實只是為了想學英文 所以看BBC 這是我自己在猜測 第三個是 就是如果站在一個非英語系 國家的人來說的話 BBC或者英語媒體的影響力 越來越大 是一個好事嗎 就BBC所做越做越好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好事嗎 這我會聯想到 英國統治全世界的那個年代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那個5億人口 不是只是指英語的觀眾 是指所有的 因為BBC呢 其實除了英語之外呢 我們對海外服務呢 還有三十幾個不同的語種 中文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們其實要求呢 不光是英語 而是所有的這個語言 都要相應的 有一個相當幅度的增長 所以它是各個不同的單位 都要去為了這個目標去做事情 所以呢可能這個 你應該說這個 英語這個擔心 可能不用太擔心 那麼當然 剛才問的 關於這個創意和官僚體制 或者我認為 越來越官僚的體制 之間有沒有矛盾呢 可能會有矛盾的地方 但是更多的是因為 它已經變成一個企業的文化 就是我指的創意 已經變成一個企業的文化 所以即使有官僚體制 從上到下 它已經認同這個東西 連那些官僚都認同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可能就不一樣 我指的官僚是指 它在處理一些其他的問題上 可能很官僚 比如說我們想改一個工作的方法 那麼可能會很慢 或者說我們想申請一些資源的話 往往可能會很慢 就因為它要走程序 就跟一些政府機構可能很像 那這個方面的確有它的問題 但是一提到創意 不光是基層的員工 管理層時不時還推出一些獎勵的 一些有創意的一些東西出來 大家去踊躍去參加 因為是企業文化 這就是它從很早就開始 把這個作為它的主要的價值觀的一部分 包括我每天我要主持我的早編會話 我也會要求我的同事 今天我們有什麼東西跟昨天不一樣的 因為從上到下大家有習慣 是這麼來想事情 已經變成一個 或者說白了就是 你進入了BBC 慢慢就會被洗腦的 那可能我們都被洗過腦了 所以自然就變成同一個 這個模型出來的一個人 就是要這麼來想 可能這是一個最主要的關鍵 BBC的強大 當然光它一家獨大肯定不好 任何一個行業都是這樣 我們當然應該希望是更多的人強大起來 這我同意 不應該BBC一家獨大 應該大家從BBC的模式裡邊 取一些東西來作為參考 而不是只是模仿BBC 然後完完全全按BBC的模式來做事 那我也不同意 應該是大家有各自的做法 但是它的一些做法 可能可以作為一個借鑒 一個參考 然後再針對你自己所處的環境 或市場 然後做一個調整 可能會更好一些 英國 這麼說吧 英國其實坦率說 現在的公眾 目前為止 還是認為 大家認為 英國需要一個強大的公共媒體 因為大家不願意商贏媒體的這個強大 然後把媒體作為一個私器 或者作為一個商業牟利的工具 我想這個一個是 可能也是英國某個程度 社會成熟的一部分吧 這個理念很強烈 在我們談到媒體的變與不變的時候 媒體的不變 永遠我們都會講到內容為王 品質最重要 那我相信所有當初我們念新聞 或做記者的人 也都希望我們可以做出深度的內容 好的內容 但是就是像剛剛提到的 內容它其實很現實的牽涉到 好的內容就是需要資金和時間 就比方說我想要訪問李文老師 我只訪問今天十分鐘跟我要出擊五次 它的資金的成本也是不一樣 時間的成本也是不一樣 但是當整個大環境的媒體的營收 一直往下降的時候 這個資金就會有問題 再來就是說因為Mobile優先 所以台灣所有的媒體都在追逐即時新聞 在求快求即時的時候 那它的品質就會是下降的 那這就會產生現在媒體工作者 一個心中很大的痛苦就是說 我們並不知 痛苦不是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 你要說我痛苦不是說 我不知道我該做什麼 或是我不知道理想是什麼 而是我明明知道我的理想 但是我做不到 那這不是我的原因 是整個大環境的原因 所以我想要請教一下李文老師說 因為BBC的例子或是這種東西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太遠了 因為它的模式不一樣 它70%的收入來自於執照 或是像報導者那樣 它的收入是來自於捐贈 但是台灣大部分 大家都是商業媒體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你覺得 哪一個全球有哪一個媒體的例子 是它在兼顧商業的同時 但是還能夠做到一點點的品質或深度的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例子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有一個實際的例子 可能比較有建設性 再第二個問題 我想了很久 但是我好像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討論 因為剛剛那個影片裡面 我們提到平等嘛 就是網路理論上創始的時候 是給大家分享跟平等 但是我最近就覺得越來越 有點疑問 因為以前的媒體是媒體 現在媒體因為科技的進步 我覺得媒體跟科技業 已經是某種程度的結合了 當媒體的平台需要很多科技的技術 比如說大數據 或者是影音 或者是infographic 或是動畫 這一些其實都是需要很高高度資金的投入 那像我們以前傳統在新聞信念 什麼文人辦報 就是幾個人啊 大家出一筆錢 然後一個理想 做那種紙本的詩 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覺得媒體走向科技化的時候 他就是需要某一些財團 或者是金主 他來譽助你 你才有可能做好的內容 但這張中的危險就變成說 你的內容很難保 不一定被他控制 或甚至我知道台灣某些財團 已經自己在做自己的媒體 但是他可能是用換個名字或什麼方式 但是那對他來講是個小錢 那就對於說 那對我們媒體來講 當然是很大的錢 就變成我們傳統的媒體人 在跟大財團在競爭 那是因為媒體科技化的結果 所以我們在講的公共性 他以後其實會越來越沒有 因為這些科技或這些資本市場的投入 那想問一下 老師怎麼看這個問題 就這兩個問題 謝謝 其實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 你剛才提到的是 由於科技的發展 所以很多大財團去投資 然後反而使媒體的生態更不平衡了 更不平等了 但是反過來有沒有想過 由於科技的發達 其實很多事情 以前一個人是做不了的 現在都可以做了 比如說你如果有好的內容 你可以在YouTube上 看一個視訊的頻道 然後突然一下子 你會發現很多人過來找你了 我有一些朋友 他自己是先自己玩一玩而已 就做一些很視訊好玩的東西 結果後來有一些專業的媒體 就會找他 讓他來做這個事情 第二 一些以前很難的 個人可能想都想不到 能夠做的事情 現在你都有所謂的應用 App 來幫你解決 比如說上個禮拜 我在學校 教同學說 我們要怎麼去做 所謂的圖表 Infographics 因為現在很多做新聞都要講圖表 然後我就告訴他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軟件 或者說應用那些東西 有的是免費的 你可以拿來 把它的模板拿過來 然後就可以把你的數據套進去 你就可以了 以前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有很多 所以你看怎麼去看這個事情 也就是說 小有小的做法 只是說 你有沒有找到合適的途徑 去找資源 資源很多是免費的 如果你找到了 然後又把你的定位做好了 就足夠了 其實在現代的媒體 我個人認為 已經不再是一個廣眾的媒體 所謂大眾傳播的一個形態 更多是一個小眾 或是窄播的一個形態 也就是說 你不用再去盲目追求很多的受眾 或是觀眾 你只要找一個對的對象 所謂target audience 目標的這個觀眾 找對了 這個量可能不大 但是足夠你可以生存 這個就是可能你要去考慮的 當然該說有沒有什麼例子 坦率說 我個人認為 現在其實台灣的 剛才我舉例的舉過了 一些新的媒體的一些嘗試 我覺得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當然你可以說 這些新媒體目前財政狀況都不太好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嘗試的方向都對 包括剛才那位觀眾 他在講他也在做一些嘗試 我覺得這其實都是可以 因為新媒體就是要不斷的嘗試 當然我知道台灣的傳統媒體也在嘗試 只是說可能他有很多體制上的問題 嘗試的不夠 或者說因為一些商業的壓力 他不敢太大膽的向前去嘗試 那這個可以導致呢就是有的事情可能未盡人意 也就是說沒有達到你想期待的那個東西 那回口頭說你自己 那我會說最重要你自己想怎麼樣 你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你說我想就做一個媒體人 做一個我理想中的媒體人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考慮 要不你自己創業 當然我不知道這個可能性有多大 第二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考慮去一些 跟你的理想志同道合的媒體去幹一幹 試一試 說不定可能好 既然你現在的媒體如果你不太滿意的話 或者是假如 我就假說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可以找一個 你可以找到你的 當然可能不多 但是肯定會有的 那麼這可以嘗試一下 這當然我不知道啊 我這是一個個人的一個建議而已 在我們這個現代狀況裡面 我剛才聽了半天 最重要一個概念就是 其實免費的東西 已經造成我們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在網路上的免費 那我們現在軟體都可以免費 所以剛才講到說 只要教學生能夠隨便抓軟體 不要違法就好了 那麼他們可以做infography 或者是做什麼都可以 但是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媒體都要生存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媒體 最大的麻煩就是在轉型 所以我今天本來想聽到 轉型這個概念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聽了半天 好像還沒有 大家都沒有答案 那我現在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您剛才提到 VBC在轉型的過程裡面 它有變跟不變 那麼它在不變的過程裡面 還是堅持我們的新聞原則 沒有錯跟價值 可是在變的原則 它開始注意到受眾 所以VBC這麼大的一個團隊 它應該是個航空母艦 那麼在這麼大的團隊裡面 它到底怎麼去注視它的受眾 它跟它的受眾怎麼互動 我們現在非常流行 所謂的大數據 在大數據中 不斷去找尋我們的社群 我們的所謂的分座 那麼再從分座裡面去找到 我們的最應該注意到的觀眾 在那邊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 正在努力在改變的地方 可是我不曉得VBC 它這套機制到底是怎麼做的 那我不曉得您在那邊 是不是有這樣一個機制在這邊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既然我們現在剛才有同學提到就是 它是從新聞 這個文人辦報到現在 我自己都是文人辦報出來的 那麼到現在為止 我們現在必須用科技辦報嗎 還是用我們必須要集中和 因為我知道包括衛報還有VBC 他們都用了一個非常參與性的 所謂Open 所謂公開新聞的那種方式 大家參與 那像我們看過那個 那個蘇格蘭公投的時候 那我們在VBC 還有其他網站 都會看到 他們一直在連 一直在連 那麼什麼等一下出現 12個區裡面哪一個區出現的 那個票數是多少 那我在那邊看到的東西就是 這麼快速的連結裡面 它已經產生一個steamwork 他們是個team 不再是一個單打獨鬥 也不再一個文人的理想在那邊堅持 那麼現在我們怎麼去教育 新一代的年輕人 知道他們怎麼樣去面對 這樣一個什麼 還有我最好奇的 剛才您提到 你們在那邊 誤會有一個台大的一個 你說它是因為潛力很夠 但我相信不是潛力的問題 可能還有別的問題吸引你 也麻煩你跟我們解釋一下 謝謝 首先 我這是我們招聘那位台大的畢業生 他很年輕 他只是在台大讀完本科之後 到英國讀了一年的研究生 然後我們就把他招聘進來 當然他在期間 曾經在我們的團隊裡邊 實習過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很大的優勢就是 我們可以目睹 他的能力是怎麼樣 那麼真是我覺得 是一個更多是一個 他的潛質吧 因為當時其實報考的 這個職位的人有很多 可能他是屬於最沒有經驗的一位 但是最後他可以在這麼多的報考人當中 能夠脫穎而出 那麼絕對我們看他的不是他的經驗 當然他各方面的長處也很好 比如說中英文的能力都很棒 那這個當然毫無疑問 那麼但是從新聞的製作也好 新聞的理解和經驗來說 你可以說他比其他的很多的一些競爭者要差 因為他肯定沒有經驗嘛 但是我們仍然覺得這是一個 合適的或者適當的選擇 那當然結果他也沒有讓我們失望 的確他做得非常棒 那麼剛才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這個轉型啊 這麼說吧 轉型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過去這大概五六年吧 那麼我到很多的媒體 包括兩岸三地的媒體 都談過這個轉型的問題 其實我們講的轉型的問題呢 當然可以有各自的方式模式和這個過程 但是我認為一個媒體的轉型 最重要的其實是他的經理人 他的管理人的觀念要轉型 很多的媒體呢號稱自己轉了型 其實根本沒有轉型 因為一個媒體的轉型 它涉及的不是很簡單的說 我有一個社群平台了 開了一個賬號或是怎麼樣 而是說他從組織架構 他從觀眾或是他的所謂 我們總體來說用戶的定位 可能都要重新思考 包括他的團隊的技能的需求 包括人員的重新的培訓 它是一個整套的東西 那麼往往現在我們看到媒體呢 它不成功是因為它只是在一個很皮毛的東西上 在做所謂的轉型 然後就號稱轉型了 比如說我多了一個平台 就說我已經轉型了 那當然不是 我想這個可能是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區別 而BBC呢 我相信在某一個程度 它是一個全盤的考慮 可能某一個程度呢 它會在這方面的嘗試上 比其他一些媒體做的 可以說是少走一些彎路 可以這麼說 當然我也不能說它整個過程都是一帆風順 裡面有很多的一些問題 那我想這個可能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東西 非常的榮幸 今天因為李文老師能夠吸引到這麼高水準的觀眾 然後提出這麼高水準的問題 然後當然這個也引起小則小名大則大名 所以也是也引來李文老師很好的答覆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光臨 也謝謝李文老師 也感謝陳好兄的精彩的主持人 謝謝